第184集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敢杀了你 寸头男子 当听到夜晨这两个字的瞬间 瞳孔骤然放大 心脏更是扑通扑通的跳着 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 他的父亲不知道 因为这个名字发了多少怒 更是不知道砸坏了多少桌子 刚刚昨天 他父亲就派人 将夜晨的信息资料给他熟悉 让他小心此人 更是说此人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这几天他沉浸在玩乐中 根本没有打开过那份资料 谁知道夜晨就这样出现了 直接将骆子瑶打得半死不活 更是伤了他 如果说夜晨会动手杀了他 他真的相信啊 一股无形的恐惧包裹着他 他身上的修炼的那些气息 全然没有用 甚至连挣扎的权力都没有 他的实力虽然强 但也只是针对一般的武道强者呀 面对着江南省第一人 甚至连父亲都无可奈何的小子来说 他没有一敌之力 朱雅显然也是想到了什么 认出了寸头男子的身份 他可不希望夜晨 还没进药王谷就惹事啊 他刚想说话 一道黑影就从药王谷里冲了出来 眨眼之间更是出现在了夜晨的身边 一个老者拱了拱手 对夜晨道 夜宗师 今天是药蒙可喜可贺之日 能否放过两人 如果鲜血沾染药王谷大门 向老可能会不喜 外人也会看我药蒙的笑话 朱雅也是伸出手握住了夜晨的手 眼神示意 夜晨 这是药王谷 而且你有求预向了 夜晨扫了一眼伤痕累累的两人 收回了手 向成东是唯一知道父母囚禁地方的存在 这个面子自然是要给 关键这两条贱命 还真比不上向成东的一个回答 两件事 第一 我们的车损坏了 全部由你负责 第二 如果再让我知道你们两人 做些让我不悦之事 向成东就算站在我面前 也救不了你们 夜晨的声音犹如九天玄雷般落下 毋庸置疑 更是带着一丝无上威严 这一刻没人敢反驳 那个说话的老者 嘴角微微抽搐 看向夜晨的表情有些不悦 来药王谷 敢直呼向老明慧的 估计也就只有面前的小子一人 虽然对方狂妄 但是他也是知道夜晨在最近做的一些事 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道 夜总是 朱小姐 里面请 这边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夜晨和朱雅便点点头 向着药王谷走去 只留下老者和受伤的两人面面相去 等夜晨离开之后 寸头男子艰难的起身 吐了一口唾沫 妈的 这夜晨他妈到底什么玩意儿 他感觉到全身的骨头都不是自己的了 老者看了一眼寸头男子开口道 郑公子 药王谷里面有最好的医生 放心 你们的伤口会最快速度痊愈 知道了 寸头男子一脸不悦地回答道 更是掏出了手中的电话 骂道 你们到哪了 我现在在药王谷 赶快给我过来 再不过来 估计你们要给老子收尸了 电话挂断 寸头男子的毛子泛着阵阵寒光 老者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提醒道 郑公子 郑宗师和夜晨的矛盾 还请不要再药王谷动手 这一次来了许多重要的人 很多都是向老的朋友 如果动手向老不悦 后果会很麻烦 寸头男子根本没有回答的欲望 挥了挥手 滚一边去 老子办事还需要你一条狗指指点点 记住 老子来药王谷是给你们药盟面子 老者摇摇头 向着药王谷里面而去 此人和夜晨真的没有任何可比性 抛开家事 夜晨几乎甩了此人几百条街 这或许就是沙漠巨树和温室之花的对比 药王谷 夜晨刚踏入其中 便感觉到了十几道危险的气息 如果单单论境界和实力 绝对在他之上 看来这药盟真的如猪牙所说 极其不一般 此刻药王谷里面聚集着百人 整体环境是露天形式 有舞台 有广场 还有自助区和休息区 环境优雅 堪称富人的天堂 叶先生 到了里面尽量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这里面的人身份都不一般 药盟的影响力还算不错 在舞蹈界也算是能排上前十 许多孤舞者 对药盟的人都很客气 毕竟想要担药嘛 药盟是最大的途径 还有啊 鼓舞者如果受伤 亦或者生死之间 药盟也是唯一的选择 朱雅看了一眼夜晨的反应 继续道 这里有医道通神的医生 也有跨越境界实力的丹药 总之啊 许多强者都要看药盟的脸色形式 就算正人爵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动手 药盟背后的向城东 不管身份地位还是实力人脉 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提并论的 待会儿你尽量找机会接触死人 当然他不一定会见你哦 总归要试试 这也是你知道那地方的唯一可能 夜晨听着朱雅的声音点点头 目光却落在了广场中央的一柱丹顶之上 此丹顶的品阶远比白草顶还要强 关键还经过了科技的改进 有一个专门的操作台可以控制 无数精密的仪器正在运转 它的表情有些古怪 丹药的炼制可不是科技可以取代的 丹顶亦或者火候 只不过是承载之物而已 真正炼丹 还是要看炼丹师的心境以及实力 耀蒙这条路是越走越远了 夜晨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此举和周围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所有人几乎都在包扬广场中央的炼丹炉 但是这个时候 唯独他在摇头叹息 瞬间有几道不善的目光射了过来 朱雅也是注意到了 好奇道 叶先生 难道你觉得这炼丹炉有问题 我觉得很好啊 与时俱进 尤其控制火候是古人根本掌控不了的 夜晨笑了笑 药萌只不过是学了炼丹的皮毛而已 这些精密的仪器太多余了 就算承丹 丹药的药效也不佳 换句话说 炼出的丹药是没有灵魂的 这是夜晨的实话 就在这时一道冷哼之声传来 照你的话来说 我要蒙研制十年的宝贝 就是个废铜烂铁 那些研制人员都是废物 听到这句话 夜晨和朱雅微微一正 侧过头去 便发现一个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的老者 出现在他的身旁 朱雅看到这个老者红唇张开 下意识地用手捂住 眼前的老人 就是这次药王谷活动 最关键的人员 赵林涛 江南省最成功的炼丹师 没有之一 因为丹药师极其的稀缺 能真正来药萌做科研的人极少 而眼前的赵林涛 无疑是药萌的核心炼丹师之一 他也是华夏第一位 主张将科技和炼丹 结合的炼丹师 虽然炼丹水平算不上顶尖 但也是人人敬仰的大师啊 刚才他和夜晨的那番言论 显然是否定了赵大师的一切 出了对方的眉头 朱雅连忙欠了前身 道歉道 赵大师实在不好意思 朱雅向您道歉 赵大师看了一眼朱雅淡淡的道 我认得你 你朱家当年住的建 可是天下一绝 十年前 你和你父亲曾经来过药王谷 当时的你还很小 你父亲如何了 朱雅眸子有些惊喜 激动道 能被赵大师记得真是我的荣幸 我父亲的身体很好 这几年一直在闭关 赵大师点了点头 随后眸子落在了面无表情的夜晨的身上 小子 你刚才的言语似乎很懂炼丹 夜晨摇摇头 一般 既然你不懂 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心血指指点点 今日如果单程 我足以载入花夏历史 有些东西不是你们年轻人可以理解的 这次看在这朱家丫头的份上 我饶你一次 如果下次再让我听到这种话语 别怪我不客气 赵大师冷冷地说道 说完便转身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他的心血被侮辱 能不生气 就在对方还没走几步的时候 身后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可惜今天丹成不了 赵大师的脚步停住 一股无形的愤怒冲上头顶 夜晨之所以这么说 无非是想提醒对方 他继续道 想必你以前炼制成功都是在室内吧 这次在室外 受影响的因素太多 当然你本人的影响更大 我能感觉到你的心跳得很快 手心也是汗水 如果无法心静 哪怕有机器控制火候 丹也不一定成 我给你一个提醒 如果丹药炼制出了问题 第一时间离开 不然很危险 机器虽然可以精准 但却无情和冰冷 可能在这个时候说这些不好 但是夜晨能够感觉到对方身体的不对劲 而且额头泛着一丝血红 这是典型的血光之灾 他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听不听就是对方的选择了 赵大师本想和夜晨理论几分 但是迎面走来了几位熟人 他只能冷哼一声 拂袖而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